WTA丽雅德年终总决赛今晚24点也就是明天凌晨0点即将打响 首次闯进决赛的中国球员郑亲文将向无数个记录和500 积分这250万美元奖金加世界第四发起最后的猛攻 对手是比他还小一岁的美国姑娘高福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大概是三个小时 赛前赔率开出了2.38到1.57的数据 并不好看郑亲文 毕竟无论是过往战绩世界排名高福都是更出色的那一方 更何况本次总决赛高福是一路上击败斯瓦泰克 萨巴伦卡这两位女子网谈的Top两球员最终杀进决赛的 至于高福会不会是最强铺路工 谁知道这场中美大战的终极剧本究竟是什么呢 反正作为最后一大压绍入围的郑亲文而言 已经赢麻了转翻了 谈及这场决赛两人都表现得很冷静 并没有搭赛僵直风雨满楼的对抗感 郑亲文说其实真的无所谓吧 两人都是当今非常优秀的选手 而且我也都没打赢过 跟谁打我真的不太在乎 还是好好打好自己的就行 高福则肯定了郑亲文 认为陶米打得非常好 他擅长发球和移动 我们在风格上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这将是场间难的比赛 但我只要打出自信的网球 我就能获得最大的获胜机会 说实话我并不紧张 我一直认为年终总决赛只是我的一个加分项 来到这里是对我这个赛季的奖励 话虽这样说但真正上了场 这两人怕是谁都不会服谁 干就完了 其实郑亲文和高福 是从青少年时期就暗自较劲的对手 两人同属于一家经纪公司 2018年 15岁郑亲文在被欲为网球巨星摇篮的 橘子丸女单决赛中苦战三盘 最终以16 6 3 4比6不低只有14岁的高福 捧着比高福少几粒橘子的奖杯 郑亲文几出的笑容很青涩也满是不甘 随后 双方就并各自开启了为梦想转战巡回赛的历练 经此一战后 双方再次隔往相对竟然是6年以后的事情 今年在WTA100罗马站 郑亲文以64 7 1比6再次输给了高福 无缘对TOP3球员的首胜 也遗憾错失成为世界第六的机会 那场比赛 双方都发挥了极高的水平 4的劈头散发 场面令人窒息 赛后的数据统计 除了S和双数的数量之外 郑亲文在所有技术环节都落后 但其实 比赛打得还算接近 至胜分19 17 非受破幸失误22到20 场面上 郑亲文还是足够强硬 当然 那个时候的郑亲文 抢7输掉手盘后 4盘确实会经常习惯性崩盘 但现在的郑亲文 拖拖的三盘女王 当然 也有人说 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手 是郑亲文的教练佩蕾里巴 后者正是高福的前任教练 2023赛季 高福斩获美网 华盛顿和新西纳提战冠军 正是在里巴的指导下完成 直到去年年底 西班牙人才重新回归郑亲文团队 帮助郑亲文在2024赛季飞速提升 但 这个因素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上一次在罗马输球 里巴已经在郑亲文的团队当中 郑亲文并没有在战术上打出更多的东西 还是实力说话 毕竟 两人都是有过大满贯决赛经历的球员 双方的优缺点就摆在桌面上 胜负的关键无非就是看状态 以及谁能制约助谁 如果高福还是狂刷20家的双五 郑亲文的一发进球率始终低于40% 那 救谁也救不了这俩姐妹 作为00后的青春大战 这场两个人的年龄 加在一起只有42岁271天的比赛 也是WTA年终总决赛自2004年来最年轻的决赛阵容 显然 这场比赛拼的不是谁更血气方刚 而是谁更沉着老练 就像高福说的 郑在致力于成为控场大师的郑亲文 其实在球风上跟他有些相似 遇到这样的球员 如何在保持回球稳定性的同时维持侵略性 让对手出现受迫性失误 才是正面对决想要胜出的唯一法门 好吧 中美大战 东风必须押到西风 守进决赛即夺冠 这是奥运会的剧本 这一次 郑亲文还能完美复制粘贴吗 郑亲文决战高福霸气表态 WTA官网传来三消息 郑亲文与美国选手高福的年终总决赛冠军争夺之战 将会在北京时间11月10凌晨0点正式打响 这场比赛 CCTV舞阳式体育频道将会继续进行全程直播 从双方晋级决赛的比赛过程来看 高福的战斗力似乎要好于郑亲文 他在小组赛2-0横扫世界排名第二的斯瓦泰克 而半决赛又2-0横扫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 当然 郑亲文的表现也不俗 他连续两场比赛 2-0横扫世界排名第四的保利尼 以及大满贯冠军克雷吉斯克瓦 从WTA官网开出的夺冠赔率来看 郑亲文被略微看衰 高福则是夺冠热门一方 双方的胜负概率差不多是6-4 不过 像总决赛这种全是高手对决的比赛 往往充满了戏剧性 有时候 你拼了命的努力 最后却为别人做了嫁衣 而高福就越来越倾向于这种结局 首先就是 高福已经帮助郑亲文扫清了所有的争冠障碍 在半决赛 郑亲文原本可能会遭遇斯瓦泰克或者高福 结果 最后一轮小组赛 高福0-2丸败克雷吉斯科瓦 直接把斯瓦泰克送出局 这也让拿到第二名的郑亲文的半决赛对手 变成了克雷吉斯科瓦 简直比第一名的萨巴伦卡还要好打 而高福在半决赛 又二到零成功把郑亲文的头号克星萨巴伦卡淘汰出局 其次就是 高福和郑亲文完成了一个有趣的食物链 我们以郑亲文为起点 来看看双方的晋级之路 可谓是充满了戏剧性 郑亲文小组赛0-2输给萨巴伦卡 萨巴伦卡半决赛0-2输给高福 高福小组赛0-2输给克雷吉斯科瓦 而郑亲文又在半决赛2-0横扫雷吉斯科瓦 可以说 在这种全是高手对决中 没有绝对的赢家 有的只是相互克制的打法 而在这场冠军之战打响前夕 WTA官网也传来了三个消息 首先一个消息 WTA官网点出郑亲文又二大赢球优势 第一 郑亲文的耐力更好 郑亲文在今年赢下三盘比赛的场次合获胜率 均高居世界第一 如果与高福打消耗战 上演三盘大战 那么 郑亲文赢面会更大 第二 郑亲文的A4球可能会改写比赛 郑亲文今年已经轰出415GA4球 领先第二名的莱巴金纳多达79G 如果他能延续高质量的一发的分率 那么 高福也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其次 郑亲文对决高福强势表态 郑亲文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在今年5月份0比2输给高福 主要是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体能 想要发力有些地不从心 而现在的自己不一样 无论是发球 稳定性 体能还是任劲 都有了全面的提升 与高福的比赛 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我准备全力以赴地迎接他 第三 郑亲文在总决赛之前 今年已经5次闯入决赛 只要不打萨巴伦卡 他夺冠的概率高达100% 巴黎奥运会 巴勒墨站以及东京站比赛 郑亲文闯入决赛 都夺得了最终的冠军 郑亲文第6次闯入决赛 会不会也能延续这一好月 从WTA官网的奖金分配方案来看 这场决赛的赢球奖金高达25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800万 按照两个小时的比赛时常来计算 赢球的一方 每一分钟可以赚15万 如此优人的奖金 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了诱惑力 当然 对于我这样的球迷来说 同样充满了诱惑力 他们打一分钟赚到的奖金 已够得上打一年的罗斯 郑亲文这边则相对轻松一些 虽然施压少入围 但郑亲文低开高走 首轮输给萨巴伦卡后 连赢来巴金纳和鲍里尼 首次参赛就惊喜锁定一个四强席位 成为基伊达公子和里纳之后 第三位打进总决赛半决赛的亚洲面孔 继续写奥运冠军的余威和温往后的超然状态 将各种记录踩在脚下 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所有的技术和状态分析都没有意义 郑亲文的大上悬是克制巴尔里尼的杀手锏 却未必对杰克人有用 而克雷吉茨克瓦的大变现 则是所有WTA球员的噩梦 更何况 这是在年终总决赛的舞台上 谁不想要昂贵的积分和奖金 这不仅是动力 更是荣誉 都要拼了老命去抢去争 在展望半决赛时 郑亲文表现得很霸气 称自己不会去看另一组的比赛观察对手 因为这个任务是教练的 他的当务之急是专注自己的训练和恢复 而克雷吉茨克瓦则说 郑亲文这个赛季表现相当出色 非常成功 和他相比我的起伏更大 我想这在排名上也能看出来 现在我们来到了半决赛 进入年终四强 我真的非常期待 我真的非常期待